就是在您看到最近讨论度非常高的一个话题 就是台湾民意经济会公布的2024总统大选民调 民进党赖清德的支持度飙升到了43.4% 引发了关注 那么前立委郭正亮就分析 这当中有两个原因 而未来如果想要继续维持这样子的支持度 其实也不容易 郭正亮在政论节目大新闻大爆挂说 赖清德在这份民调的看好度已经冲高至57% 所以产生了西瓜效应 选民就觉得非绿整合不可能 所以有一些人表态 第二 访美本来就容易凸显总统的高度 而赖清德接受蓬勃专访也有个总统格局 而柯文哲 侯友宜这方面到现在都没有看到 不过这两个因素赖清德想要维持不容易 支持度已经到顶 而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 范本民众党长期偏高超过三成 这是在其他民调上所看不到的 其实在您看到的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日前引用了三只小猪的故事 来呼吁国民党还有民众党等在野阵营 应该要合作来对抗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这头大野狼 而对此馆长最近就在直播上直言说 如果郭柯宏愿意进行合作的话 他给三个人下跪都没有问题 不过这个言论一发出来之后 却引来了作家苦林的嘲讽说 你的爸妈真的是白生你了 我实在很想把他们叫过来 我给他们下跪都没关系 我求求你们 你们这三个人我求求你们 馆长陈之翰最近在直播中评论时事时 提到郭柯侯合作仪式 他表示愿意下跪换三个人合作 馆长直言你们可不可以先学学民进党 先一个人下来 我们把光电绿能高端疫苗把他们拿的标案 把这八年他们做的事情一次查完 抓他们去关 针对馆长的言论 作家苦林21日在个人脸书批评馆长说 男人膝下有黄金 除了跪上天 跪父母 对谁都不该下跪 竟然有人为了那三只小猪 愿意下跪 你的爸妈真的是白生你了 接着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 高雄从周一下午开始 接连发生了三起无预警的停电事件 一共有上千户的居民遭受停电之苦 对此蓝营就抨击了 难道高雄是在停电接力比赛吗 对此市长陈其迈也有做出回应 高雄市停电状况不断 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总招陈美亚痛批 政府错误的能源政策 导致现在连最基本的民生用电都无法保障 高雄市电力一日三停 印证了民进党荒腔走板的能源政策 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表示 民进党口口声声说台湾不缺电 那为什么高雄偏偏常停电 人民在日常生活样样都需要用电 停电对民众的生活 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怎么会因为一些偶发事件 就造成停电 民进党政府不要又是推卸责任 陈其迈市长也应该要出来发声 而对此陈其迈回应强调 停电造成用户的不便 台电公司都要负责 希望未来在整个供电配电都能够更加稳定 这样才不会影响民生的生活 国民党在22日举行记者会批评民进党的立委赖瑞龙 在这个云豹能源大股东张建伟的资助下呢 成立了规模1000万元的高雄市新世代教育基金会 而云豹能源集团在上届的立委选举当中呢 捐款最多的对象也是赖瑞龙 因此就呼吁对方应该要出面说清楚 对此呢 赖瑞龙也做出回应了 云豹能源在上届的立法委员选举 捐款最多的是谁 就是赖瑞龙 就是高雄的立法委员候选的赖瑞龙 我们可以看到 新系立委赖瑞龙在立保建设的无姓家族 以及这个云豹能源的大股东张建伟的资助之下 竟然还成立了规模1000万的高雄市新世代教育基金会 明目张板 对于相关指控 赖瑞龙回应 发展绿能是全球趋势 也是台湾能源转型政策 若有任何弊端都该严查严办 政治现今也有各项法治国家规定 各政党也都公开依法申报 特定政治人物为了政治目的颇脏水抹黑 我们也将委由律师依法提告 赖瑞龙也进一步指出 财团法人高雄市新世代教育基金会 成立于2021年 以照顾孩子教育为基础 由他捐助 民间人士共同支持设立的 两年来举办了弱势学生奖助学金 多次寒冬送暖给弱势家庭 以及捐血的公益活动 是依法设立从事孩子教育公益的基金会 接着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民进党前副秘书长林飞凡 因为遭控性骚扰 暗吃暗自行退出了立委选举 不过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就爆料说 林飞凡他很有可能会接任 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一职 而且月薪是多达11万元 对此民主基金会也有作出回应 黄阳明透露台湾民主基金会 现任董事长为立法院长游席坤 而外交部长吴钊燮和总统府秘书长林家荣为当然董事 而林飞凡则是该基金会民进党推荐董事 又传出近期将出任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 如果这个消息属实将成为该基金会最年轻的专任副执行长 对此民主基金会说明 林飞凡是民主基金会董事 对于相关会晤有非常多的帮助 也致力推动台湾民主 人权的国际合作等等 有关媒体所称人士 目前并会有正式约巡 而基金会若是有人事调整 巡礼会在定案后公布 而我们一第五件新闻昨天私讯林飞凡的脸书询问此事 目前还尚未得到回复 接着带您关心两岸消息 大陆以副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仪式为由 在19日宣布军演 而在今天上午福州海事局再发布了航行的警告 称民后两天将会有炮兵分队进行实弹射击 福州海事局发布一则军事实弹演习称 8月24日到8月25日早上7点至晚上8点 位于福州福清市江英地域组织炮兵分队的实弹射击 那今天大家来看到的是食安问题了 像我们很常在冬天吃什么羊肉 羊肉卤嘛 因为温补啊营养四季皆宜是很多老饕都非常喜欢的一道肉食 那最近却有这个假羊肉来流窜于世 因为City One周刊就有爆料说 在大台北果菜市场的一个摊商 崇宁海鲜号 他们就专门贩售一些冷冻的食品 还有一些火锅料 那他们也都是批发给很多的一些小吃店或是火锅店 但是呢这间店贩售的羊肉却远远低于市价 那就有民众打他拿去这个SGS送宴之后 发现这个羊肉里面呢根本就是不含羊肉的成分 那果里面是什么肉吗 他们竟然呢是把猪肉拿去混羊肉来鱼目混猪 是相当的离谱 有羊肉吗 羊肉有啊 他拿夹的猪肉来说真的也是卖到200次 这个利润太大了 为了降低成本 居然把猪肉混沖成羊肉吗 我们在投诉人的带领下 为装成顾客到大台北果菜市场 是一家丛林买羊肉 这是哪里的羊 业者说羊肉是国外进口 强调两斤包装价格是250元 但仔细看肉质散碎 闻起来也没有该有的腥味 萌萌上到超商冷冻快递 把样品送到SGS在高雄的实验室 警验结果没有验出任何羊肉 而是猪肉成分 猪的嘴边肉 巴拉底 这个 嘴边肉跟羊肉是很像的 它的文物是超像的 阿果在卖肉界打滚多年 他说假羊肉大多来自美国猪 为了节约成本 不向业者用猪嘴边肉 蒙混成羊肉贩售 除了一般消费者受骗之外 对于不能吃猪肉的回照图来说 更是无法接受 你一辈子不吃猪 阿果被你这样搞一下 他那个 点一点点东西 挂羊头卖猪肉 我们昨天给业者老板这么回应 我不知道 那个什么 那个 不是 薯的来啊 那你知道说你卖的羊肉 其实是猪肉吗 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假的人 我被人玩玩问他们 业者称自己也是受害者 会找上游厂商问清楚 先把卫生局则回应 会派人到市场稽查 如果有不时可依照 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去开罚 但最后的恐怕还是 偷钱买单的消费者